好,大家平安 听得到谁吗? 大家好 所以很久没有在你们当中分享了 感谢祝在今天里面 第一次在你们当中分享 虽然我们是在这个线上 可是我相信 祖的灵一直都在交关在我们当中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主题 是在旷野中 我会用30到10分钟之间的时间跟你们分享在旷野中 可是你会觉得说 Pastor你今天是不是选错这个题目了 为什么是在旷野中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明天5月1号就是 我觉得明天会比这个摩擎制来的更旷野 因为明天有很多的东西都解放了 我们知道说我们出门 在东旷的地方不需要再戴口罩了 然后教会也不需要再有这个一米的距离了 然后很多的东西都 Segiatra 买Segiatra也不用scan了 所以感觉上明天比我们国庆日的那种兴奋是更加大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跟你们说的这个旷野 不是说这个 你被lock down的那个 关起来MCO的这个旷野 我要说的就是你今天你可以进入5月1号 你可以所谓的就是得到很多的自由 然后你可能会很开心的出门 可是可能你的内心里面 还有你的思想里面 你仍然停在旷野当中 可能你的人已经站出去了 可是其实你的心里面 你始终在旷野里面 而你的思想你的思维还在旷野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旷野 当你想象旷野的时候 弟兄姐妹 当你想象旷野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旷野 一定就是 它大概像这个图案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干旱 你不能想到旷野就是 哇 哇 很多水的地方 像这个 这个三位雷温这样子的地方 不是 你想象的旷野 当我们一说到旷野的时候 你想到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一个干 对不对 非常的干 非常的干燥 然后感觉上就是沙漠 飞来飞去这样子 没有任何的生命 在里面的感觉 然后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往往你会感觉到 可能也会有一些的野兽 在当中 可能有一些的野兽 会在这个旷野当中 会影响到 不只是会 所谓的就是 会侵犯到你的这个生命 所以当我们讲到旷野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就是孤独 但是好像有人说 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 我觉得 是一群的人在派对很开心的感觉 不会 因为发现到说 当我们说在旷野中的时候 你从你的脑海当中 你第一个想象的 这个时刻你就想象的 一定就是一个人 你发现到吗 很奇怪 当我们每次说在旷野中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法一定是一个人 对不对 你不可能是想到说 就是一群的人 两三百人一起去 就好像你们刚才说的 你可以要去 赢会加油 加油 加油 祷告你们能够领人归主 OK 可是我们想象的 就不是像赢会这样子 多人一起来派对的感觉 而是当我们说 在旷野中的时候 你想到的一个是什么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甚至在教会当中 你可能成为自己很久 可是这个孤独一直都在你的心里面 然后有一个国际孤独等级表 那天我去找了找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PPT里面给大家看 它有分从第一集到第十集 Level1到Level10 所以第十集就是最严重的 第一集是什么呢 什么是孤单呢 一个人去逛超市 所以可能你们当中 一些的人 可能你们是一个人去逛超市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做一下测试 看你是多少个 然后你就在那个check group里面打一打 也有几个是你中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人去逛超市 如果有的话 你就把你的拇指拉上来 已经有一个了 或者是一个人去吃餐厅 就是去吃饭的意思 如果你有的话 第二个就第二个 我这里的这个国际孤独等 不是说你有一餐 没有人陪你吃 我的意思是想说 你时常都是一个人去吃饭 你不要以为就是一天没有 你老婆没有陪你吃 你就在第二等级了 不是哦 我的意思是说 你时常都是在一个人去吃饭的状况里面 如果有的话就两个咯 如果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人去咖啡厅 打卡 我们有时候他们打卡很开心 你是否你在打卡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人的 对不对 是没有人在身旁 你时常都是这样一个人去打卡的 在咖啡厅 如果有的话就是三个 然后第四个我觉得 我觉得虾尾是我们说 比较少人会这样做 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 当然除了我 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跟二十个人去看电影 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你们都知道我非常喜欢看电影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人去看电影 意思就是说你时常都是一个人买票 一个人买出爆米花 买出那个可乐 然后你这样走进去 然后头低低这样走进去那个寺院里面 然后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 出来也是一个人 然后自己开车回家 哇好可怜啊 那种感觉 如果你吃的话 你可能就是这四个了 然后第五个我觉得说就是 我有看过 可是比较少数就是一个人去吃火锅 意思就是你看到隔壁桌 每个都是四个人啊 五个人啊 六个人啊 然后你每次去吃火锅 你都是一个人的 你只有没有人就对啊 意思 你都是一个人去吃火锅的 如果你是到这个的话 你基本上已经在等级五了 你的孤独的等级已经是在50%了 第六的话是什么 一个人去KTV 就是一个人去唱K的意思 哇就是我时常都是一个人这样子去唱K 没有人陪我的 然后就晚了三个小时在里面狂谈 然后过后你就出来了 这样子 然后下一次又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没有人陪你的就对了 然后第七呢 就是一个人去看海 听海的声音 那种感觉 OK 然后如果是第八的话 哇蛮严重一下 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就是你一个人去三位Lagoon 哇这样玩很开心 或者你一个人这样子去Universal 或者去Lagoland 你都是一个人的 第九是一个人搬家 一个人很可怜哦 一个人这样子搬家 这样子搬家的情况 然后第十是我们说的就是 这个国际孤独等纪 这个最高的就是一个人去做手术 哇这个我很难想象 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当中 如果有人已经到这个第十的话 一个人去动手术的话 不要这样可怜 不要这样可怜 你可以告诉我 你可以救我的 我可以给你的 如果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你们能够能够的话 你们可以在你们的chat 那个IC里面 你们可以打进去 你现在有多少个是你时常做的 一个吗 两个吗 三个吗 四个吗 还是你告诉我说 其实Pastor 这边基本上我都没有过 我就是一个不孤单的人 有没有啊 有些人可能 有些人可能做五个 四个 三个 有些人可能 我相信我希望 不要有人是等及时的 真的很可怜 一个人去做手术 太易摸了 真的记得救我 我可以陪你去 好 所以我这里要讲的孤独 你发现了吗 这些的孤独 它是有的选的 有的选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如果真的不要一个人去逛超市的话 我觉得你的人员应该没有差到 不能够约度一个人去 你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说是有的选的 如果你一个人去唱K 可能第一次真的约不到的人 刚好大家都没有时间 或者是可能你的朋友们都不喜欢唱K 你可以约你的同事 或者是约教会的人 教会尤其是敬拜赞美的 约他们去唱K 不可能他们会拒绝你的 总的约到哪个花筒 对吗 花筒是他们的最爱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个我要讲的孤独 不是这些有的选的 意思是想说你还是找得到人的 我要说的是没得选的状况 你的孤独是一种没有的选的 你没有办法表达出你的心情 然后你就是很伤心 那个伤心已经到一个点 你说有时候你很想说 哇为什么我今天会走到一个点 是这么样的孤独的 其实我所说的是没得选的那种的孤独 跟那种的伤心 我们服侍神 我们是能够走到一个点就是 因为你真的会进入一个旷野 一个人很孤独 很陰默 很伤心 可能你没有人可以说 甚至你可能说 我说了 可是没有人能够明白 我要表达的是这一种的孤独感 甚至很多时候 你是在一个失望的当中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特别的强调说 你会有孤独 伤心跟失望在你的服侍里面 因为我本身就经历过 对不对 我相信当中很多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服侍人员的话 你都会有时候会经历过这样子的伤心 而且还有很大的失望 可能当天你的服侍让你自己很失望 又或者是今天你的服侍让他人很失望 导致你自己也很失望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这里要说的就是这一种心里面的孤独感 而不是那种我刚才说的那个一到十的那种等级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很快的 我们来看从圣经当中 我们来看三个故事 这三个故事都是在旷野中的故事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种的情况里面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到是干旱的 所以那个干旱 干旱到你的服侍很像死亡了 最近我的一个少年人跟我讲一句一句话 他是说 你知道吗 帕斯 服侍上帝可以服侍到你没有生命力 我就说 蛤 怎么叫你有生命力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在服侍 我还是有呼吸 我还是有付出 可是就是你有生命力 就好像活死人家 你懂吗 像上司家 像上司机 这样子的要求 他是活死人的感觉 所以你仿佛像死亡了 甚至很多时候 你很绝望了 你真的很想 很想放弃 但是你又觉得说 不能够 我需要继续的撑下去 因为我要服侍上帝 可能很多时候 你还会比别人做更多的东西 所以你就特别的疲累 甚至能够提升到无助 尤其是当那个东西 是别人没有办法帮你的 或者是那个东西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没有别人会操控的 那种的情况 所以就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疲累 特别的无助 然后你觉得说 你的身边充满了野兽 很多的患难在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三个的故事 第一个的故事就是 夏甲与以斯玛利 所以在《创世纪》第21章第14节 这也讲到说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匹带水给了夏甲 搭在他的背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打发他走 夏甲就走了 在别施巴的旷野走迷了路 在英文旷野的意思是 wilderness in the wilderness 现在他就在这个巴斯巴的旷野 的wilderness 他走迷了路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故事 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 它的开始是怎么样的 就是简单来讲说 就是那个时候 撒拉 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 不会生育 结果过后 就叫这个夏甲 跟亚伯拉罕过后 然后过后就有了以斯玛利了 然后过后有了以斯玛利过后 那你知道上帝过后祝福亚伯拉罕 那个时候跟他说 你要生一个孩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斯玛 所以那个时候过后 撒拉就真的在他99岁的时候就怀孕 就生了这个以斯玛 然后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旧业里面 或者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长子是得到最大的名分的 就是说长子他会得到最多的祝福 甚至是双倍的祝福在当中 所以长子的名分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状况了 夏甲的以斯玛利是哥哥 以撒他是弟弟 所以意思是说 那个祝福 最大的祝福 如果合情合理来说 亚伯拉罕到时候他一定要给谁 所以他一定要给以斯玛利 如果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跟习俗 他是一定要给以斯玛利的 所以撒拉他那个时候 因为爱子的心 而且也觉得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把最好的给我孩子 所以那天就出现了 事件上第一个的人生悲剧 你看到吗 《创世纪马》刚开始的时候 这就是第一个的家庭悲剧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太太人 人家说了两个人在一个家的情况里面 所以撒拉就一直的 一直的得亚伯拉罕 一直跟他讲 一直得亚伯拉罕 一直得亚伯拉罕 然后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要把这个夏甲送走 把以斯玛利送走 把这个拇指给送走 所以到最后 亚伯拉罕真的 有一天他不会大安要 他没有办法 他讲好 我只好这样做 所以你看到吗 清早起来 就拿了一个饼 还有一批带的水 就这么简单 你发现他没有给他任何的银两 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给他饼 跟这个水 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银两的交易 就给他水跟饼 这个饼 就给了夏甲 而且还放在他的背上 然后过后就 拜拜 就把孩子交给他 麻烦你们 就回去埃及吧 因为夏甲那个时候 在别斯巴走这个 走密的路 一下子是埃及人 他一定是要走回埃及 如果你看回那个地图 今天没有时间去看 分析那个地图 你就发现到说 他其实是要回埃及 所以夏甲那个时候 在旷野当中 因为那个时候你要懂 没有GPS 没有Waste 也没有路牌 说 Egypt 没有 那个时候都没有 所以变成说 他没有看那个Waste 他没有Waste 他不知道说要走多久 他只是大概知道 甚至我可以说 夏甲在那个时候 他根本都还没有 那个真正的 那个所谓的反应过来 我就这样被送走了 就是有一种就是 这样子就完了 原来我的一生 就这样子就KO了 所以那个时候 夏甲在这个路上的时候 就走迷的路 尤其是当你在旷野 已经够惨了 还走迷的路 然后圣经里面说什么 他已经吃完了 饼也吃完了 水也没了 那个时候 他已经说完了 完了这一次 这次完蛋了这一次 因为又没有饼 又没有水 所以在旷野当中 夏甲和以斯玛利 他们走迷了路 弟兄姐妹 在旷野当中 你是会走迷失的路 很多时候 你可能开始看不见前面的道路 甚至你开始质疑 至于到底我现在走的是 对不对的 对了 你的心情现在就是跟 这个夏甲里 是一样的 他们迷了路 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说到的 这以色列民 在民书记第14章 第一节这里说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 那夜百姓都哭号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 亚伦发院员 全会众都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找死在埃及地 又是埃及地 故事死在哪里 在这 旷野 看到吗 再一次的 就再出现这个字 旷野 in the wilderness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这个故事是当 当他们知道 他们救不到这个 这个 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 十二个探子过去嘛 结果最后 最后十个人回来说 不好 那个地方我们很像炸门 所以我们去的话 我们会死 所以不能够去 所以那两个 我们知道说是 耶稣亚 耶稣亚跟迦勒就说 Come on 是时候了 我们要去得这个地 可是那个十个人的声音 就胜过了这两个人 而且这十个人 他们就直接在 全会众里面就开始传 然后就一个传十个 十个传五十个 哇 他们真的有副长制度 就这样传传传传传 千个 然后到最后就到万个 所以 你知道吗 在明书记第十四章 第一节这里 发生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当下 全会众大声喧嚷 那叶百姓都哭号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知道说 那个时候的 以色列的 这个 这个 子民 至少有 140多 多千的 这个 人民 就是等于一个 140多万 就好像这个 这个新加坡这样子 你想看今天一个新加坡 突然就晚上一起 恐怖吗 非常的恐怖 而且这里可能还没有 加上 那个 孩子 还有这个 这个 什么 所以 那个晚上你想看 当当八坡 男生 你要知道 男生哭是很可怕的 女生哭不可怕 你当男生一哭的时候 哇 你真的会被吓到我 我告诉你 所以 那个晚上你想想 所有的大坡 全部都在哭 而且是哭号 不是小小是哭 你看到吗 这里说 那一百星都哭号 哭号的意思是什么 就好像那个号角这么大声 恐怖吗 你想看这样多大伙一起传统一起哭 这很可怕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以色人就开始埋怨摩西 埋怨亚伦讲说 早知道我们就在埃及 我们就不要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摩西跟亚伦真的很可怨 为什么呢 还记得吗 创世记一完的时候 出埃及第一章的时候 说到说埃及人腐败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 向神祈祷 说主啊 我们谁来搭救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 当你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你可能会忘记你起初跟上帝所立的云 甚至你会忘记你起初跟上帝所谈到的东西 可是那个上帝说主啊主啊 求你救我 OK fine 所以上帝讲 好我把摩西跟亚伦拆来给你们 然后过后就开了那个红海 开了红海很开心 大家去到旷野 结果现在他们说什么 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 你发现到吗 这是一个冲突 什么冲突呢 你祷告要出来 你出来了 然后你现在埋怨神说 早知道我们就死在一面就好了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在旷野当中的时候 搞不好很多时候 你所一开始所谈到的东西 上帝应允了你 你现在开始在怀疑了 你开始在质疑了 你开始在埋怨了 所以今天我不晓得你跟上帝有什么立约 或者是一开始你相信耶稣的时候 你说主啊 我要为你做什么事情啊 我要做几号大的事情 不要让多少人信念书花 今天你会回到一个境界 你一个人觉得你一个人在旷野 然后你开始安静自己 我不再传福音了 你不再服事了 你甚至你的服事 像我那个少年人讲的 就好像那个上司 没有生命令的服事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走到一个境界 当你在旷野当中的时候 你会开始怀疑主啊 你起诉给我的应许 到底是什么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故事 很快的 先知以利亚 猎王记上十九章第四节 以利亚在旷野 in the wilderness 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螺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使说 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活不胜于我的列祖 这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发生在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当地很持续 上帝讲说 我的普通的伊利亚 如果他不祷告 就不下雨 结果那个时候 真的伊利亚不祷告 就不下雨 结果有一次 上帝说是时候了 三年半不下雨 那个时候 所以很惨 你觉得很可怜 那个时候还记得吗 他就叫了巴黎的先知上山 还记得 那个450个先知吗 那个时候 所以就上了山 他们就开始 就讲说 我们祷告呼求 看谁的祭物 最后是被上帝悦纳的 谁的神就是真神 还记得吗 这些故事 我记得我在里面 人家会分享过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说 最后是伊利亚的那个祭物 被上帝悦纳的 而且那个火 是从天上 这样子降下来的 就降到那一个经纬里面 就烧尽了那只牛 还烧尽了里面的所有的财 所以我觉得 那个火是大到 那个石头也被烧完 水里面的水 不要说了 肯定是干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吗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神迹 所以那个时候 伊利亚就很有自信地说 把这些人都拿下 把这些巴列的先知 这些拜以色拉的先知 全部拿下来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就把他们给杀了 哇哦 你看到吗 伊利亚那时候 默默有信心 然后过后 伊利亚还很好运地 跟那个王说 你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呢 因为要下雨了 哇哦 你想看今天 很多 我们不要说三年半 三个月不下雨 我们就很辛苦 不然间有个人跟你讲说 快点打雨伞 要下雨了 你一定说 你是要我挡太阳吗 不是哦 伊利亚非常的有保护的时候 要下雨 因为她祷告了 上帝说 只要伊利亚一祷告 只要降雨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见吗 真的下雨了 然后过后 雅汉王就回去了宫殿里面 要跟这个 耶西别皇后跟她讲说 哇有多么 多么荣耀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那个时候 伊利亚很开心啊 伊利亚得到几大的资荣 她就站在那个皇宫外面 等她等赏赐 然后你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个 耶西别皇后就讲说 我明天 如果没有杀掉这个 伊利亚 OK 我就不做皇后了 就不算数就对了 所以那个时候 当这个消息传到伊利亚说 伊利亚那个时候 她本来以为说 我要得到最大的资荣了 我要把上帝的灵 这样子就带进了整个 整个的以色列子命中 让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爱知道我的命数 却受害 那个时候 伊利亚就跑嘛 还记得吗 所以 她就自己 伊利亚 自己在旷野 走了一天的路 她走了一天的路 在旷野里面 然后过后 就开始坐在一棵树下 她在树下干嘛 读经党报吗 没有 你发现到吗 她在树下 发了很扎 她说 我坐在那里 流死啊 弟兄姐妹 你看见吗 刚才那个 这么我们说的 就业先知里面 最大的先知 最 我们说 最有权威的先知里面 她竟然在这个地方 求死 很奇怪 你发生到吗 诶 她都能够降火 上帝又说 你祷告的话 雨才降下 难道那个时候 她不能够祷告上帝吗 然后人家就不能够 不能够伤害伊利亚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在旷野走路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可能会开始奔悦 很多时候 你可能忘记 上帝 其实一直的 都与你同在 不然 伊利亚怎么能够降火 伊利亚怎么能够跑什么快 记得吗 他说他跑很快 跑在网的什么 马车前面 那个时速最少都有60km 跑这么快 可以真的可以成交 奥利互克 一定冠军的 所以你发现到吗 可是这里 他只在这个困野走了一天 而且还是用走的 他走一天 他就发懒杂了 那个时候 他就很不开心 他就出来 出家 出家开始求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上帝 为什么我做了这样多 感觉上不是我要的成绩 弟兄姐妹 会不会接你的服事 也是这样子 你走到一个点 你觉得我做了这么多 我觉得应该拿到这样子的 练习 这样子的成绩 结果 你又拿到这样的成绩 还没关系 还倒反了 还倒反了 甚至你开始怀疑 到底我始祝了多高 对吧 所以一个在旷野的人 他甚至会想要求死 他会想要放弃 所以你的旷野是什么 我晓得你的肝悍 你的绝望 你的疲累 你生命中的野兽是什么 你的旷野到底是什么 可是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停在这里的话 你们就会很低谤的回家 没有你们就在家 对不起 你们就会很低谤的下线 为什么 上帝许可 那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上帝许可 来旷野党中 因为 这是一个 考验 考验什么呢 考验 你的信心 可能你会觉得说 哇 这个答案好官方哦 让我来为你做一个见证分享 这是我个人的见证人生 那个时候我在17年的时候 我在神学院毕业 所以那个时候 你都知道我们在神学院 都做什么 我是敬拜神 就是祷告 不然就是读记 然后第二天又干什么 又在敬拜神 又在祷告 又在主要是什么 参加小组 参加祷告会 参加聚会 参加两堂聚会 参加服事 参加别的教会的服事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是在那个氛围里面 我们真的那个时候 哇 感觉上 是的 甚至很多的我的同学 都觉得说 那个时候搞不好 就是我们一生中最厚力的时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只有一堂祷告会 可是我们还觉得不够 还问说 我觉得一个祷告会不够了 要不要多一个祷告会 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宿舍的祷告会 那我们要不要有弟兄团契祷告会 我们要不要有姐妹团契祷告会 而且这些是教会没有的 教会只有一个祷告会 我们还说 我们今天那个祷告会不够了 今天教会可能一个祷告会就不够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要求 我们今天都不够 我们要更多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是超红聚的 你了解吗 那个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毕业了 这个神学院毕业 当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十月份 哇 我就带着这种满满的 我们说那种火烧那种 那种我们说的会烧死的那种 那我去了 我就这样子回到了 回到了我的教会 那个时候我说 哇 那个时候我终于翻大事 然后刚好十一月份 我们每年都懂 我们教会有去印度嘛 所以那一年也是不立万 我们也是有去印度 所以就在这个十一月份 我就要去印度了 然后十一月我才刚刚毕业回来了 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超级无敌 无敌,无敌,担担,担,担 觉得我很有火烧的了解吗 我就说 哇 主啊 这一年我去印度 我一定要给你干一场大的了解 我一定要帮你做一场大的 勾力勾力的 好让我能够荣耀你的美 哇 很酷 连上帝的荣耀 我妈设计了 看到吗 我讲说我要去 我在那边 我要开始为你来传福音 我每年都去印度嘛 那一年也不是第一年嘛 可是那一年就特别的 我发言 我说我去的时候 我要讲道 我讲道的时候 要领恩归助 然后那些病人来到我前面的时候 要得医治 我要为他们祷告 瞎眼的要看见 瘸腿的要行走 甚至那个时候 我说我的信心 我觉得我的信心已经到一个点 我觉得说 那些摸我一想的人 都要得医治 哇 恐怖嘛 我都想像我自己摸我衣裳的人 要得医治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100% 全力 这样子去到印度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带着这样子的信心 我说 叔叔啊 我要为你干一场大事 就这样子 我们就坐上了飞机 就这样 噓 就飞去了 哇 那时候我在飞机上面 说我还是很兴奋 on fire 我说yes 这门 勾立今年 勾立2017年的印度宣教 将会是前所以来最不一样的宣教了 结果很奇怪的 当那个飞机一到达印度的机场的时候 突然间发生一个事情 你说什么事情 飞机不能降落吗 还是什么 不是 可是突然间 我那一波的 我刚才说的那个 所谓的on fire 我突然间没有掉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间 不感觉到 嘿 为什么我这么不敢 嘿 我明明是带着这样大的火来到印度的 为什么 我一下飞机 我突然间 已经到一个谷底了 甚至感觉上 哇 很想死 那个时候 我不懂为什么 如果第二姐妹 我们通常去印度是10天 如果是在第8天 第9天发生 你还不用紧 因为已经要回了 对不对 所以也没有机场 我在刚刚下飞机 他没有讲第一堂的道 我后面还有10天的时间 我突然间 我觉得我没有力 那个没有力 不是没有力走路 你懂吗 就好像一些人 你看他走路 他不是没有力 他是心里面没有力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天才有错完蛋 所以那一年 虽然我们去到印度 OK 我还是仍然的讲道 我仍然有做医治 我仍然有医病 有痕苦 在那一年里面 甚至我在台上 大家都感觉不到 我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pastor是这样子 我们是专业的在台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说我们是专业的呢 因为你想看今天 因为这些人他可能来就是 他已经没有盼望了 他来到这里 听一听这个马来西亚的pastor 要讲什么 结果你比他还一末 你比他还有状况 你明白吗 不可能吗 所以变成说 我在台上的时候 仍然服侍神 仍然抢到 仍然有力 哇 仍然的powerful的感觉 结果 我之后 每一堂聚会 我又完了的时候 到我一上巴士的时候 我的团队都看得出我有问题 因为我一上车 我不是祷告 我读经 我不是看圣经 我直接睡觉 我不想跟人家说话 仍然姐妹 你有没有扶持到一种美心 你不想跟人家说话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跟人家说话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跟人家说话的 整个团队 因为他们跟过我很多年 他们去过印度 都觉得很奇怪 今天pastor是什么事情 感觉是好像很陰谋 到他们都不敢梦我什么事情 我就这样子 可是每一次一下巴士 你一进到那个地方讲道的时候 我又再次拿回我那个pastor的团 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什么的见证等等的 或者是讲道这些的 可是当我回去巴士的时候 我又回去原来的我 就这样子 十天就过了 我就回到了马来西亚 结果我没有跑起来西亚姐妹 我还是一样的这样子的pattern 你了解吗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很陰谋 我这样子住住陰谋了 如果加买那个印度的十天 我就陰谋了两个礼拜 了解吗 我问主 主啊 为什么 我明明去那边 我已经带着那满腔的热血 我去到那个地方 不是要容量我自己 我是要容量你跟别人 我要帮你做这个 帮你做那个 帮你做这个 帮你做那个 帮你做那个 你看见吗 主啊 为什么 当我祷告第一次的时候 上帝没有回答我 你知道啦 standard的啦 第二次 上帝仍然没有回答我 第三次 我祷告的时候 我就想 主啊 不要这样子啦 彼得三次不认主 你过后还是回答他嘛 对不对 不要这样啦 回答我一下啦 终于第三次的时候 他终于回答我了 他就问我 你在服侍谁 哇 当我听到你在服侍谁的时候 你可能以为说 哇 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吐浮流泪 我明白上帝的真理 我明白上帝要告诉我什么 你错了 那个时候 我没有吐浮流泪 我超生气的 我叫主啊 你这个时候才问我服侍谁 我就读了神学 我全职在教会服侍 我跟你去到印度这种地方 不是去旅行 我不是去首都 我去玩 我不是去乡 我不是去乡下的地方 你问我服侍谁 那时候我超生气的 我超义目的 我生气气 我真的很生气 那个时候 然后过后 我就问上帝说 今天如果我不是服侍你的话 我还服侍谁 哇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生气 过后我就想 今天 就是今天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 你再不给我交代 你再不给我交代的话 我就这样继续的移默下去 反正我都移默了 我再继续移默下去 你今天 一定要给我一个答案 过后 过后 上帝用一个很温柔的声音 他就问我 今天 我要服侍哪一个人 我要医治哪一个人 需要你帮我做主 我那个时候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我终于能够 而且 上帝很温柔 他不是骂我 他说 今天 我不要医治水 我不要医治哪 啊 很多时候 我心碎了 我知道 我心完全碎了 我终于知道 原来 我的信心 放错地方了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在服侍神 甚至你是在做 对啊 我讲到吗 很好啊 我领唱吗 很好啊 对不对 我去当中宣教啊 很好啊 对不对 可是 你是上帝要的服侍神经 还是你觉得 这些东西我做了 好像能够拿分数这样 然后累积分数 能够帮娃娃这种感觉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信心的考验 那个时候 当我流泪过后的时候 我向主回感 我说 主啊 我认真的清楚知道了 我知道 你为什么 那个时候 让我进入旷野 我所说的经文 就是我在印度那 那十天 我终于明白了 那是不是我们的考验 表现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经文 《雅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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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这个经文来勉励大家 以赛尔书第43章第19节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幻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讲和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现在 或者是目前 或者是这几年 你都一直觉得你在幻野当中 OK 放心 为什么呢 你发现到吗 每一个过后从旷野出来的 有天师 福士 听见上帝的声音 拿到上帝的借命 甚至耶稣基督 一过了那一个过后 他就开始他的三年半的打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许可可我们在旷野当中 最近如果你在旷野当中之后 他未必是一个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进入更美的地方 而且像以撒亚书所说的 上帝要做不是一个特别的事 不是一个所谓的 normal的事情 他要做一件新事 是新的事情 在旷野开道路上很神奇的哦 在沙漠能够看到讲和更神奇 所以决定姐妹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今天你在旷野当中的话 放心 有一天 你要走出那旷野 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到 还没有进入旷野了 我也要告诉你 有天 你会走进那旷野中 如果我在那个时候 也要想起今天的道 今天所分享的 希望能够联合到大家 让我们用这首的诗歌 我们来敬拜 赞美我们的诗歌 兄姐妹 要知道每次在旷野当中的时候 其实耶稣都一直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先来敬拜 是耶稣 你在我身后 当我回头看 你爱不放手 让我心正经 在你怀中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留下 终于找到我 是耶稣 你在我身后 当我回头看 你爱不放手 让我心正经 让我心正经 在你怀中 在你怀中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是谁 是谁擦干我眼泪 是谁看见我伤悲 是谁看见我伤悲 在黑暗中有人呼唤我 在你怀中 在你怀中 我心深处 在你怀中 有人呼唤我 我心深处 开始 跳动 是耶稣 是耶稣 你在我身后 是耶稣 你在我身后 让我回头看 你回头看 你爱不放手 你爱不放手 让我心沉浸 让我心沉浸 在你怀中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良善 你良善 终于找到我 你良善 是耶稣 你在我身后 你良善 你在我身后 当我回头看 你爱不放手 让我心沉浸 让我心沉浸 在你怀中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良善 终于找到我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良善 终于找到我 终于找到我 你良善 终于找到我 你良善 终于找到我 你良善 你良善 在你面前的时候 向你来过去 的话 我们都新家匯 每个的成员都在你的手中 如果他们今天在旷野当中 会想让他们晓得说 那是一个讨厌 为了要把信心 能够提升加上 所以祷告 一遍那些要进入旷野当中的 让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 知道说他们并不并不并 耶稣 也一直都在他们的手上 谢谢耶稣 把这个聚会 把这个聚会在那里心中出现 当文化女孩子的时候 父神圣灵的教官 再一次的运行在他们当中 祈福他们 扩张他们的警戒 的能力 从今时 耶稣基督 在他们的团结 一起说 阿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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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